今天和大家看看浪元峰的998呎 接近1000呎的三皇套 這個間隔有幾個好處 因為它是名字 我們看看 這裡有沒有大樓 有一個懸崗位 還有它做了一個隱藏櫃 這個妨而加分 還有一些櫃是斜擺的 OK 然後再向這邊走 也有些入門櫃 擺東西 還有它特地做了一個插手去擺 還有電話 這個也是鞋子 這個就是長型的客飯廳 7米7 天空也有兩部冷氣 它的露台位也很大 然後就用拖門 這裡 用起來也很分明 還有一個側窗 廚房 廚房就比較梯型 還有每天分為兩邊工作桌面 石面就比較深色 三個明火一個電磁路 下面的層架也做好了 酒櫃 儲物空間也很多 雪櫃也很大 這些大理石物 另外一邊就是 底座的地方 我很喜歡這個打窗 還有平的 工作桌面也很大 洗手盆有兩隻 深濕的水龍櫃 用起來很舒服 這個就是工人房 好 這個是工作平台 然後有工人的浴室 工人房在廚房裡面 其實挺漂亮的 塗了水網區 浴室 它用木色面 而且石面也挺有質感 挺漂亮 上面的鏡櫃的儲藏量也很大 沒有浪費了 做一個養藏式的水箱 一個坐廁位 然後浴室這邊 就特地做低了 還有一個窗 整體來說 整個浴室挺不錯的 而且它有些冰暗位 方便拿些洗澡的物品 小火 這扇窗真的很窄 第二家火 這扇窗大很多 其實為什麼兩間房間的窗 不一樣呢 究竟是建築工藝的問題 還是省成本呢 這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就很闊 不過有件事不喜歡 就是它多了一個隔音玻璃 今年看的樓也很多 有這個建築模式 其實隔音玻璃 可不可以裝上 有小窗台位 在這邊呢 但是這裡就有個衣櫃位 這邊就主人浴室 浸浴浴浴 座廁和水龍頭 都是有窗的 千尺有這樣的配置 其實非常漂亮 至於價錢 不知道到時候告訴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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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喔 Rs 請